台湾优质农特产的潜力特别被日商看重 日本商社日前远从东京来台采购 由于前两年参展都有不错的成绩 嘉义县长张花冠 期望这次参展能够再创佳击 嘉义县严选出10家业者 3月初即将前往东京参加国际食品展 记者会上 参展业者对自家产品信心满满 我们的这个米是最有本土特色的 因为我们所用的原料80%来自我们台湾的原料 在地生产 在地消费 今年会突出新的包装主要是 要凸显至一种做品牌行销的一个感觉 那希望让我们那种特色更明显更强烈 嘉义县政府积极辅导农渔业 在品种技术跟加工方面建立品牌认证 除了行销国际 也吸引许多外商来台采购 大変嘉义县来来得良かったと思います 美味しいトマト狩りに出会えたし 美味しいお茶とか 美味しい辛すみに食べれましたし とても気候も良いし 良いところだと思いますので 嘉义县来来一番興味ある商品って何ですか トマトです 現政府扮演的角色 这是火车口跟产销平台的角色 所以台湾MIT是日本最大的价格 所以今天日本的采购团又来了 以天然安全美味为诉求 嘉义现场彰化罐 希望嘉义农特产 这次赴日餐展不但能再创佳机 也能拓展产业外交 新唐人有的电视 侯瑞霞方雅贤 唐曼嘉义叉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